加油 大批警力衝進捷運板橋站 將身穿灰衣的男子團團包圍 因為19日傍晚 這名男子竟然在捷運車廂內 亮出一把牛排刀 還拿出打火機 試圖燒烤刀鋒 怪異行徑嚇壞其他乘客 就怕他情緒失控 會做出攻擊行為 警方獲報立刻趕到場 將他上銬逮捕 你要嚇到其他人 你知道嗎 沒有 要拿刀 這樣就好玩嗎 頭低到不能再低 28歲的王姓男子平時無業 他公稱自己原先要從捷運市府站 搭回新店住處 沒想到搭錯車 一路坐到了捷運海山站 搭上反方向列車後 盡量出一把牛排刀 其他乘客趕緊通報警方處理 王姓男子也在板橋站 被保全壓下車 警方接手對他進行搜身 果然起出一把19公分長的牛排刀 而王姓男子事後盡說 他在車廂內亮刀的脫序行為 只是想把刀鋒烤得更鋒利 男子表示說 他這個刀子是昨天在西門町剛買的 他今天會有亮刀的舉動 單純是因為好玩 並沒有其他用途 2014年5月21號 鎮捷在捷運車廂內持刀亂砍 造成四人死亡的慘劇 如今又有男子在板南線上 公然亮刀 也挑起乘客的敏感神經 因為之前這個捷運鎮捷事件 這個我們警方對於捷運大眾安全的 這個考量非常的嚴格 所以我們立刻 用刑法這恐嚇公眾罪 將他移送身辦 事發後警方不敢大意 隨即加派警力在捷運站月台巡邏 警方也強調 針對在車廂內亮出武器的行為 絕對零容忍 要百分百維護所有民眾的乘車安全 記者彭宜德 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